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了485以后 一般来说 申请人只要过去没有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犯罪记录 是特务间谍等等 一般都能够拿到绿卡 而且可以用EAD工作 可以用回美证 Advanced Pro来旅行 一般就和有绿卡区别不大 交了485以后只要等待就可以了 而且可以合法待在美国 不需要有别的签证身份 那么在此后 大概等一两年的时间 能够拿到绿卡 此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绿卡持有人配偶排期不到一年 我们也录制了其他关于亲属移民的视频 有的是我的同事 一位美女同事录制的 本人也是绿卡的持有人 过后 他可能也能够给大家从另一个角度 来讲到这方面的申请的情况 大家知道 有美国身份的人 他的配偶 不管是申请签证 还是申请绿卡 在美国移民法的体系都有比较多的便利 为什么 可能西方文化比较注重个人和配偶 应该是组成所谓叫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 比如说圣经上可能也有这样的话 就是说人在长大以后 离开父母和配偶组成家庭 比如说美国公民 绿卡持有人 配偶 都可以有移民方面的福利便利 目前的形式来看 在美国至少有30多万中国留学生 拿F1签证的就有这样的数量 每年新来的还有超过10万人 除此以外 访问学者 还有直接来美国工作的 还有用过其他方式来访问的 总之把数量很多 而相比之下 每年通过职业移民拿到绿卡的人 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 数量有限 因为有配额的限制 一般来说估计 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从统计上来说 恐怕只有10%或者百分之十几的人 能够通过职业移民拿到绿卡 不管是自主申请的EB1 NIW 还是雇主支持的Prom申请 都算上 过去有的留学生说父母出钱给办一个投资移民 过去可以是一个选项 但是大家知道现在投资移民排期非常长 所以对于一般申请人也不现实 有一些学生可能办了政治庇护 但是大家知道目前在川普政府的政策下 政治庇护要批准比原来也难很多 另外政治庇护的人数量也膨胀的非常多 现在恐怕至少有几十万等待的申请 所以等到处理到新的申请人 一个可能要时间比较长 另外当然现在有一个叫后进先出的新政策 但是审理的标准恐怕也会比较高 一般人不一定能够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总体来说 我们看到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可以是拿到绿卡较快的途径 那么还有一些细节 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下 首先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不是第一次结婚 可能已经有孩子 如果你结婚的时候 此前生的孩子还不到18岁 那么一般来说 可以和你一起申请同时拿到绿卡 如果孩子不到18岁 你和新的配偶结婚 一般这个孩子自动就成为新的家庭的一员 对于解决孩子的身份比较有利 注意这是结婚的时候不到18岁 哪怕你说结婚以后因为事务繁忙 过了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提交移民申请 没有关系 只要你拿得出结婚的文件证明 那个时候孩子的年龄不超过18岁 就可以同时解决孩子的移民身份问题 除此以外 美国的婚姻是由各州来负责的 美国很多州也承认同性别的人之间的婚姻 所以也可以拿到移民方面的福利 另外 如果有的人原来结过婚 后来离役了 当然不影响移民申请 但是你需要提供此前的婚姻结束的证据 不管是离役 丧偶等等 还有一点 我们想强调的 大家知道和美国公民结婚 可以是拿到绿卡很快的途径 不需要排期 但是呢 相应的呢 移民法有这么一个限制 就是说呢 像这样拿到的绿卡呢 是条件绿卡 或者有的人叫临时绿卡 只有两年有效 两年到期前呢 夫妻双方呢 都需要提交新的申请 转为去除条件的正式绿卡 这个申请叫I751 当然个别情况下 比如说如果存在家庭暴力等等情况 这个配偶也可以单独申请 比较少见 总体来说呢 就是说和美国公民结婚 拿到绿卡以后吧 如果说呢 你提交申请的时候 婚姻还不超过两年 那么你拿到的是条件绿卡 如果和绿卡持有人结婚呢 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这个是一个额外的便利的方面 最后呢 通过亲属移民申请绿卡 也有一定的条件要求 你需要证明婚姻的真实性 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文件 来证明这个婚姻呢 关系是实际存在的 另外呢 那么作为受益人 是吧 你此前如果在美国待过 你在美国的签证身份历史也需要提供 证明呢 比如说你保持了合法的签证身份 如果你现在或者此前拿过这签证 有可能呢 还需要完成这万豁免 另外呢 如果你此前曾经身份过期 叫out of status 和美国公民获得绿卡持有人结婚以后呢 尤其是和绿卡持有人结婚以后呢 过去的身份历史也需要合理的解释 或者提供相应的证据 好 那么总体来说呢 和绿卡持有人结婚可以拿到绿卡的一个较快的途径 我们知道呢 现在在美国华人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有几百万人 总体来说 结识这个绿卡持有人以及呢 建立婚姻关系呢 还是对很多人来说 现实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的信息 好 谢谢